各位好 欢迎收看特区新闻广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连续音语流言不实 同安苏电村价值100多万元的果浙滞留田里 无人采购 村民们非常着急 今年我是小学毕业初中招生工作意见发布 四名狐狸招生片区将有所调整 海桑女子半程马拉松赛5月1号开跑 厦门广电集团将通过电视 广播 网络等多种渠道 全程直播 一男子爱慕虚荣 嫌自己车牌号太普通 网上买来量号假车牌 结果被交警查获 一会儿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转眼就要到5月份了 同安红堂镇苏电村内宅上的村民们 此时非常的着急 因为村里主要的作物 同安果浙 眼下到了收成的世界 但是却大量滞留在地里 将面临上百万的损失 村民们说 除了今年烟雨绵绵的天气外 这果浙难消 与一句网上热传的清明浙读过蛇的留言 也不无关系 同安区苏电村内宅上的老陈 看着自己两亩多的果浙地 心里很不适滋味 去年4月种下的浙苗 经过一年时间的耕耘 已经长得有两米多高 一层层茂密高大 根据以往经验 一般春节过后 这些果浙会陆续上市 此时应该都已经消完 并开始来年的耕种了 但是今年前来收购的果饭却少之又少 情况相当棘手 卖布器只好挖掉 连地方放都没有 真正的 你看 连地方放都没有 稍微烧不掉 连晒干都不会晒干 最少要一年才会干 只好用刀来剖掉就是了 苏典村内宅上 种植同安果浙 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作为村里主要的农作物 整个村子约70户人家 拥有五六十亩的果浙地 此时如果再不销售出去 辛苦劳作一年的内宅上村民 就将面临一两百万元的损失 老陈的儿子陈炎旺说 主要今年春节以来英语连绵 对果浙的销售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一句 清明浙毒过蛇的说法 也让甘蔗的销售受到影响 其实所谓甘蔗有毒 说的是春季食用没变的甘蔗 容易引起霉菌中毒的事情 但很多人因此 干脆就选择对甘蔗敬而远之 那我们这个是新鲜的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这个是很干净的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果测 跟糖测还不一样 它糖分含量比较低 很清甜 很清脆 很甘甜 陈炎旺说 现在村里还在务农种地的 主要都是像他父母辈这样 上了年纪的老人 这些果测是他们一年中 最重要的收入之一 四五月份是果测的收成时间 如果延误了时间 老人们经一年的辛劳 就可能白费了 呼吁一下就是说看有没有那种超市啊 或者一些食堂什么之类的能帮忙一下 替我们消一下这个甘蔗 或者如果需要购买的话可以联系一下 批量的这样子帮忙一下 不然大家辛辛苦苦一点的话 如果五月大概中旬的时候 如果还没卖掉 那这些甘蔗就只能砍掉 记者小慧 洋人节报道 这里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难题的市民们 积极和我们节目联系 来共同帮助果农们渡过难关 然而和果农们同样着急的 还有鲜月里小区七号楼和八号楼的居民们 由于生活污水管道堵塞 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今天小区所在的云当街道向记者表示 他们争取在五月上旬 开始坍塌堵塞管道的施工改造工作 据了解 鲜月里小区属于安置房小区 于2003年交房 由于各种原因 该小区并不向居民收取物业管理费 而是由云丹街道承担 如小区出现其他开支问题 则还需要另外向街道申请 像这次下水管道堵塞的事情 由于工程比较大 设计金额不小 业主委员会当时就向街道递交了维修改造申请 估计是说它这个污水管道 常年都没有疏通 在支线的如果是要重新翻修 工程造价还是挺大的 有几步还要破到这种路面上来 那这个工程造价大 那如果叫那个住户来解决的 这承受比较不起 今天上午 记者向云当街道方面了解到 对于鲜月里小区居民反映的情况 目前他们已经启动了堵塞管道的 九号 七号楼 八号楼 这些住户的困扰 本台记者报道 市教育局今天发布2016年小学毕业和初中招生工作意见 根据意见 今年四民狐狸招生片区将有微调 初中体育和艺术特长生招生项目也有变化 岛内小生初的报名时间是6月2号和3号 电脑拍位时间在6月30号 今年全市小学毕业生总量比去年增加了3000多人 其中思明和狐狸两区增加了692人 为了满足就学需求 新开办的瑞景中学招收6个班 松柏中学 莲花中学 菜堂学校扩招两个班 个别片区由于声援一出做了适当调整 如将第12片区的文安小学和定安小学部分调整到第4片区参加派位 此外 初中体育和艺术特长生招生项目也有变化 取消厦门六中声乐 心虚学校舞蹈 新店中学篮球等特长项目的招生 缩减厦门五中表演艺术项目 新店中学田径项目的招生名额 同时 新增厦门实验中学京剧 厦门医中游泳等7个项目的招生 医改至今 分级诊疗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 近期 联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在全市 通过成立家庭医生工作室的方式 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 高阿姨今年已经75岁了 20多年前就患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 以前每个月都要跑两回大医院 去看针取药 而近几年 高阿姨只要步行十多分钟 就可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得到细致周到的诊疗 而现在家庭医生工作室入住联峰社区之后 高阿姨直接下楼就可以得到家庭医生的诊疗 按照联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划 在23个社区开设家庭医生工作室之后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将会成立11个医疗团队 定期驻守各个社区的家庭医生工作室 为居民提供血糖 血压等健康指标检测 健康咨询 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服务 除了在社区建立家庭医生工作室之外 记者从事为几位了解到 我市的其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也通过开设家庭医生服务车 和家庭医生签约等方式 推进基层医疗的服务能力 接下来我市还将逐步增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服务的慢病病种 让更多的慢性病患者 可以就近得到诊疗服务 以后还扩大到这个结合病啊 脑子中啊等等 这些病种的这个管理和服务方面 他就直接可以面临面临这个 跟群众进行交流 接下去我市还将在基层医疗 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必要的 慢性病筛查系列设备 促进这些慢性病种 在基层早发现早干预 推动基层手诊 记者 肖欣高志强 吴国豪 通讯员赖小兰报道 5月1号上午 2016海峡两岸厦门海舱 女子半程马拉松赛 将在海舱鸣枪开跑 这是我是第二次举行 女子半程马拉松赛比赛 也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 女子半程马拉松赛 届时厦门广电集团 将进行全程的直播 那么目前直播前的准备情况 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海舱区新港路和角松路的交叉口 是本次女子半程马拉松赛的起重点 同时也是赛事中 5公里迷你跑的起重点 上午8点 厦门广电集团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这里展开了直播前的演练 有着多年马拉松赛事直播经验的 厦门广电集团直播团队 将通过18个机位 为观众全方位展示 女子半程马拉松赛的精彩瞬间 其中两个航拍无人机 将从高空呈现奔跑的选手 和美丽的赛道 三台摩托车机位将跟随选手 进行全程拍摄 另外还有两台转播车 以及十个机位分布在比赛线路上 为观众实时直播 马拉松赛的盛况 5月1号当天上午7点20分到9点 厦门广电集团将通过电视广播 网络等方式对赛事进行全程直播 届时厦门电视台一套 厦门电视台三套和厦门卫视 将并基直播本次赛事 同时台海网络电视台也将同步直播 除了视频直播外 厦门广电集团的官方微博 微信也会进行图文直播 市民可通过多种方式观看这场 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 如果您错过了直播中的精彩瞬间 还可以通过看厦门手机APP 回看比赛以及精彩激进 记者雄伟杨人姐报道 作为专门为女性打造的马拉松赛事 本次比赛融入了众多女性的元素 和对女选手的体贴关怀 今天下午 本次马拉松赛的奖杯和奖牌 正式对外公布 其中设计中体现的女性元素 让人眼前一亮 本次女子半程马拉松赛的奖杯 包括半程赛前三名 以及五公里迷你跑前三名 共六座 奖杯设计以琉璃为材料 长宽八厘米 高二十九厘米 以丝带形状为主 通体为蓝紫色渐变 底座客有比赛名次 主办方介绍 奖杯设计是想以丝带的概念 传递出对女性的关爱 本次赛事的奖牌也独具特色 以厦门试花三角眉为主形状 粉红色为主色调 在奖牌正面客有赛事标志 以及前三名的名次 而奖牌的背面 则是一面镜子 因为镜子每个女生都爱美 那我们把镜子坐在奖牌里面 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服务女性 然后让这个奖牌 可以作为所有跑者的一个 一段马拉松故事的一个回忆吧 据了解 只要在关门时间内 完成比赛的选手 都将获得奖牌 除了奖杯奖牌 女子半成赛的前三名选手 还会在现场佩戴上皇冠 而半成赛冠军和五公里迷你跑的冠军 还将获得主办方提供的 钻戒和钻石项链 这些女性元素不仅在奖项中体现 在选手物资中也无处不在 每位选手的物资中 除了粉红色的比赛服 号码牌和参赛指南之外 主办方还准备了 羽衣面膜等物品 我看到那个物资产品 也都是跟女性相关的 现在挺好的 我觉得挺贴心的 据了解 从4月26号选手开始领取参赛物资 到目前为止 领取人数已经过半 而物资领取的时间 将截止到明晚9点 还没有领取比赛物资的选手 可要抓紧了 记者雄伟吴国豪报道 最近几天 厦门终于迎来了 期盼已久的情好天气 久违的阳光显得 格外的明媚亲切 那从明天开始 就是三天的小长假了 那么在假期里 天气会如何呢 这样的好天气 还会持续吗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在持续了十多天的 阴雨天气后 最近两天 厦门终于是阳光普照 干爽舒适 不少市民都已经穿起了下装 一阵微风吹来 温度格外适宜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五一小长假期间 受冷暖气流的共同影响 好天气将告一段落 主要是以阴道多云为主 并伴有降雨 好在雨势不会太大 以短暂的阵雨为主 对市民出行计划影响不大 而在五月一号 可能会出现中雨天气 在五一当日天气是因有中雨 主要是以阵性降水为主 并伴有雷电 前期的气温还是都比较稳定 一般是在17 8度到23 4度 但是到了这个5月2号 气温进一步的回升 最高可以达到27度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 在5月1号要参加海仓女子 半程马拉松赛的选手们 当天气温比较高 空气湿度较大 如果出现降雨 要注意赛道湿滑防止受伤 虽然小长假期间 我市降水不多 但是气象部门提醒 要自驾出行的市民 五一期间 省内的西部和中北部地区 雨势会比较大 部分地区还有暴雨 出行的市民 要多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 特别是在我省的西北部地区 因为前期暴雨比较多 那么这一次 他们可能还会再下暴雨 可是地质灾害危险比较大 尽量避免到山区去旅游 特别注意踏荒 还有三体滑坡 欢迎回来 今天上午 厦门检验检疫局 从来自非洲喀麦龙的包裹中 截获了31只棕色巨型活体蜘蛛 这是厦门口岸首次 截获大量巨型活体蜘蛛 上午厦门检验检疫局 邮件快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在对进境邮包进行检疫查验时 发现两件来自非洲喀麦龙的 小包裹中 有不明疑似物 经与邮政工作人员共同开包查验 发现有31只棕色巨型活体蜘蛛 装于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中 我们对现场进行消毒以后 我们送往专业的机构进行隔离检疫 第二步 因为这个外包装上没有体现它的真实品名 它尾包成肝甲虫 所以我们下一步送专业机构做一个品名的鉴定 然后根据鉴定的结果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经初步判断 这次截获的蜘蛛平均体长超过11厘米 疑似全球十大巨型蜘蛛之一 卡麦龙 棕巴布 捕鸟猪 属猪形钢 猪形木的节肢类动物 极可能具有毒性和攻击性 甚至有可能为剧毒生物 同时检验检疫部门也提醒市民 境外动物本身作为外来物种 可能给境内的生态 农业等领域 造成重大安全隐患 切勿擅自邮寄或携带活物进境 本台记者报道 两名男子 白天在出租屋里睡觉 晚上出来活动 专挑停车场里那些没锁车门的车辆下手 盗窃车内财物 近日四名警方将这两名男子抓获时 发现了他俩的特殊身份 监控画面显示 3月30号凌晨一点多 在市文化艺术中心 两名男子走走停停 不时四处张望 像是在寻找什么 不一会儿 两人来到一辆白色汽车旁 其中一人在边上守候 另外一个人很快打开了右侧车门 身子探进了车里 接着男子又打开了车辆的后备箱 过了一会儿 两人便离开了现场 第二天 四名警方揭露车主陈先生的报案 称自己昨天忘记锁伤车门 结果车里的一部手机和一千多元现金 不翼而飞 通过对近期发生的多起车内财务被盗案 串并调查 警方锁定了两名男子 有重大作案嫌疑 4月22号凌晨 民警在海仓新安宜出租房里 将两人抓获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两名嫌疑人竟然是孪生兄弟 经查 这对孪生兄弟姓刘 河南人今年30岁 都有多次盗窃前科 面对民警的询问 两人口径一致 狡辩说出租房里被缴获的脏物 是他们在路边捡来的 我们发现这两个亲兄弟是长相一样 而且身高体态全部都一样 我们通过分析他的一些细节的特征 然后包括结合他们之前做案的一些前科 发现是由哥哥来拉车门盗窃 然后弟弟在一旁望风观察 原来刘氏兄弟二人2011年来到厦门 刚开始在海舱打工 可是后来嫌工作累 就双双辞了职 并很快干起了盗窃车内财物的勾当 白天他们躲在海舱的出租房里睡觉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在岛内的文化艺术中心 SM商业广场等处 寻找没有锁车门的车辆进行盗窃 2012年以来 他们先后作案达十多起 在离开车之前 最好检查一下车门有没有上锁 那就是如果万一车没有上锁 上车之后 希望检查一下自己的财务有没有损失 如果有损失 及时报警 记者玉伯飞 段志伟 特约记者王鹏报道 给车上牌时 不少人都想选个量号 这样感觉会很有面子 但是说实话 这量号也不是想选就能选上的 这不一名男子就嫌自己的车牌不够量 就特地到网上买了一副 尾号为四个七的假车牌挂在车上 然而啊 没想到因为一单交通违法漏了线 漏了个被罚款扣分 还要被拘留的下场 近日 有群众向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举报称 自己的车没有开 却收到了一条交通违法的通知信息 怀疑是被其他车辆套牌了 接到举报后 交警特勤机动大队介入调查 明镜发现群众举报的这个尾号为四个七的敏地车牌 本属于一辆黑色三菱轿车 但是一辆经常在岛内行驶的红色雷克萨斯轿车 同样也挂着这个车牌 存在套牌违法嫌疑 它的这个轨迹在这个歇月高架这一段比较有规律 每天有规律的这个出现 我们布置警力在沿线开展布控 到了晚上六点四十分左右 这部车在我们这个布控点出现了之后 我们在高架上成功地将它拦截 明镜将车辆拦下后 在后备箱内找出了车辆原有的一副米溪车牌 车主陈某承认 他车上现在挂着的车牌是假的 因为原车的车牌比较普通 他又对七这个数字有好感 所以就在网上花钱定制了这副四个七的假车牌 虚荣心吧 觉得这车牌好看 对 然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严重性这么这么大 这个是在网上找到的这个 有发现有卖这种牌的 一百块一副就买了这个车牌 明镜表示 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驾驶员切勿因为一点虚荣心而冒险违法 我们对这个当事的沉默要处以罚款一万元 驾驶证扣十二分 行政拘留十天的这个处罚 再一个它这部车所造成的其他的这个交通 贸易这块号牌造成的交通监控的记录 它也一定要处理掉 记者于晓飞 王汉阳通讯员林峰报道 好 来关注一下今天我是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晚上七点我是的空气质量指数是六十八 空气质量 煤粮 首要污染物是PM2.5 最近韩国人被一则五年前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刷爆了朋友圈 这就是加湿器杀菌剂致死事件 那么这个加湿器的杀菌剂为何会杀人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1年首尔一家医院一些患有肺纤维化症状的病人接连死亡 死因都是不明原因的急性肺病 而在此前也有婴幼儿和产妇因为相同的原因死亡 不明原因的死亡不断发生 一度在韩国社会引发恐慌 韩国保健福祉部疾病管理本部展开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 排除了流行病毒引发的可能 并在随后的调查和实验中初步认定 加湿器杀菌剂是导致孕产妇等罹患不明肺病致死的原凶 原来这些死亡的病人近几年平均每年使用加湿器四个月左右 每次加水时都会添加杀菌剂 平均每月使用一瓶杀菌剂 这种杀菌剂的主要成分毒性并不高 广泛用于洗发露等用品 但如果放入加湿器直接吸入肺部 就会造成肺部损伤 韩国环境部门将其定性为 环境保健法意义上的环境性疾病 韩联社表示 截至目前 政府正式统计的因加湿器杀菌剂事件死亡的人数 为239人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 韩国政府把加湿器用的杀菌清洁剂 列入外用药品名录 严格控制它的成分 韩国的加湿器杀菌剂产业遭遇巨大影响 而加湿器的销量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区新闻广场 我是诗涵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